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面的話 我們就正式慢慢進入 慢慢進入 現在如果有Crystal Structure 就像這是筋 然後我把它擺 把筋縮小了 變成一點 就是把筋拿掉 那一點留下來 它變Latist Point 它變Latist Structure了 那這類Structure的時候 我怎麼去尋找它的位置呢 那我們習慣上用Miller Index Miller Index有的時候 像我這邊講義上寫的是 在Crystal裡頭 那我們找的時候 習慣上先找一個定位 然後再看Basis在哪個地方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方向還有平面 這兩個我們都需要知道 請注意一下方向跟平面 這兩個都非常重要 第一個方向呢 我們會定義一個像這個樣子 UVW 寫個三個Lumber 這三個Lumber是我們全世界統一的 是你溝通用的 溝通用的 溝通用什麼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Crystal 有一個材料的結構 這結構裡頭我們可以分成A軸 B軸 C軸 我們Barb Static 我們未來會跟大家談 它有總共有七種Barb Static Systems 有的是夾角不一樣 有各種七種 反正它都是A B C 通通都可以用 那你要找它位置 你先找它的單位向量 就A B C單位向量 那往A軸走走U個單位 往B軸走走V的單位 往C軸走W的單位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原子的位置 如果走111 那就是我這邊 0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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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我走一個單位 兩個單位 三個單位 我各走一個 就到到這裡 這裡再擺一顆原子 那我就找到原子的位置 那不過以對峙的觀點來看的話 那你就會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我說你眼睛閉起來 然後我把手移到前頭來 我把它轉過來 一一就變成這一顆了 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你眼睛再閉起來 我再轉一下 一一變成這一顆了 它從這一顆移到這一顆 都是一一一的 跟我選的原點也有關係 那為什麼看起來都周圍都一樣 因為這是對稱的關係 因為它本身是對稱的 既然是對稱的話 那我們就會發覺 那我這個是一一 另外一個可能 可能另外一個方向 可能一負一一 舉個例子 我一負一一 一一往這邊走 負一往這邊走 對不對 一就往這邊走 所以一負一一 就往這邊走 事實上就是這個方向 從這裡移到這裡來 我手拿這個 這個方向就所謂一負一一 所以你就會發覺 我這個手拿在這裡 右手在這裡 它是一一方向 到這裡來的時候 它變成一負一一 它看起來通通是對稱的 所以看起來也很像 看起來這個值很像 它總共有幾個方向 它應該有八個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它有八個 因為它有個一一負一 這四個 每一個再變成負的 總共有八個 因為方向可以往上跑 也可以從上面往下跑 所以往上跑就是一一一 然後從這邊過來 就負一負一負一 但總共有八個 當然你也可以說四個 有四組 這怎麼知道四組呢 你看我手拿這邊有一個 這一組 這邊有第二組 這有第三組 這有第四組 因為它有四個corner 剛好分別對照這四個 分別再往往方向對照另外四個 八個 這八個看起來是一模一樣 因為我對稱 我隨便轉一轉 你隨便磨一下 這個一樣 另外一個同學看到了 他定號跟你 雖然說跟你摸原子不一樣 可是你也分不出來 老實講你分不出來 因為原子看起來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套 整個這八個 通通通把它叫做一一一 畫個三角形 這三角形就代表這八個 三角形就代表這八個 那很棒啊 那非常非常棒 很簡單 所以我們大概了解 嗯 這樣的定義蠻好的 因為類似的結構的方向 它有對稱性 它出來的指令都是一一型態的 所以miner index就大大風型 大家都一直採用它 因為它有相當的好處 所以miner index miner index miner index 就變得非常重要 我這邊應該加S了 要不然加EX 有點打錯了 有點小毛病 因為我英文不是特別好 那就可以用而已 那那我們看看下頭 下頭就談平面 miner index的平面呢 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一點 那平面 一般我們平面呢 大概我們會有一個想法 所以general equation 就是hx 加ky 加lz 等於1 hkl是隨便的 如果你把這個三個點把它帶進去 在一個unicell 我們所謂畫unicell 這一個第一個交在x軸的交在哪一點 a over h 00 第二個交在b軸的交在哪一點 0b over k 0 第三個交在哪一點 交在00 c over l 其中a n代表這個單位向量 v代表它的長度 c代表單位向量的長度 我們就發覺 你把這個帶進去 這三個點 那帶進去 你就發覺 我們的miner的index的平面呢 其實呢 就代表一個平面呢 可以寫成下面這個 我看看怎麼放大 就可以寫成這個equation 這equation告訴我們 如果x軸交在a over h 就寫x 除以a over h y軸交在b over k 就寫b over k z加c over l 它等於1 這就是這個平面的代表的equation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看練習一下 這平面大概會是什麼一些樣子的平面 幾個練習一下 幾個練習 現在我們有一個 這一個 就是最外面這個是原來的unine cell 這外面unine cell呢 那我把它清掉 所以我現在可以掛它 這是所謂的哪一點的位置呢 這是說100 這一點呢 這一點呢 就010 這一點呢 001 那 現在呢 我有一個最外頭的這個平面 這外頭的平面 請問切在哪裡 切在a over 1 好 然後 x軸切在哪裡 b over 0 c軸切在哪裡 c over 0 因為交在無窮大 無窮遠的地方 好 所以我的equation 就變成x加上y 加上這個z 等於1 好 那每一次都要寫這個挺麻煩的 乾脆啦 弄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呢 就這個是一個平面 這平面叫100平面 乾脆這樣寫就好了 所以100平面 你寫100平面 你自然可以找到這個平面長的什麼樣子 數學你可以找它 不過後來我們都會用100平面來代替它 所以100平面呢 是剛好切到這個地方的位置 對 所以100平面呢 比較特別一點 它是個平面組 一個平面內 但我們談100平面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就是它真的構成這個平面 第二個想法就是它其實是個平面組 它是100平面的形態 就從這邊距離到這裡 A的長度呢 它才有一個另外一面 它另外一面另外一面 這是平面組 那我們看看那如果200平面會是什麼樣子呢 200平面其實就切在A分之2的位置 所以A over 2 就是這個長度是A 因為它是100 切在這個位置 B內也切到無窮遠 C切在這個位置 所以200平面是這一個 它有兩個E 一個就單單這個平面 一個是平面組 一個平面組 所以它的距離呢 變成剛剛原來的距離的一半 平面間的距離呢 變成剛剛原來距離的一半 所以D200呢 是原來D100的一半 我們說D100呢 就是100平面之間的距離 就是這兩個平面間的距離 200就變小了 300就變得更小 400就變得更小 哎呀那事情有點特別 因為需要它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拿了這一顆 這個所謂的簡單simple qubit的結構 這simple qubit結構呢 我這邊我這000 100 那這邊聽說這個是100平面 所以100平面有沒有經過原子 有耶 200平面有原子嗎 在這個結構 找不到耶 300 400 500 600 請問一下 這看起來有四顆原子 請問它有多少平面經過 請問它有多少平面經過 應該就是你帥哥 你手拿著這樣子 請問它有多少平面經過 無窮多個平面經過 可以這樣切切切切 可以這樣切切 可以斜斜的切 各種平面通通都有 這個平面組 100平面有沒有經過原點 有 廣義的來看 它是平面組 通通有切割原點 20平面有切割 所以你慢慢就會發覺 它有無窮多個平面在這裡 方向請問有多少個方向 也是無窮多個方向 因為這是11 還有211311 411 它有無窮多個方向射出來 所以在一個簡單的經濟裡頭 你需要考慮 它有無窮多個平面 它無窮多個方向 那我們現在要看一看 繞射 繞射要談平面間的距離 對不對 要談平面間的距離 繞射要射進來 對哪個平面會有繞射 那很複雜 找到答案以後回頭推簡單 但要找到哪個平面 就比較複雜一點 這個是有一點概念 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 你會發覺 low index的平面 100 它的平面間距離最寬 200 不要越高一點的 它平面間距離最寬 300 就更小了 事情更小了 所以low index平面 它之間比較寬 low index方向 一般來講 比如說100就比較短 200就比較長 300就更長 這個是它之間的差別 下面我要跟大家談的 就是一個特別的現象 特別現象就是說 那平面跟垂直的方向 在海美那邊以前 我剛跳過一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100平面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剛剛的結構在這裡 100平面在這個地方 000 100 010 001 這是100平面 這邊呢 010平面 這邊是001平面 對不對 那事實上呢 你現在看100平面 010平面 我們把它轉個方向 它又變了 剛剛原來100變成010了 我轉個方向 轉個90度 它就變了 還好呢 這對稱性呢 我們10010看起來都很像 10010它就是 就是兩個圓圈 還有加一根 就兩個蛋還有一根雞腿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大致上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乾脆把這一套 包括負的 包括我們負的 包括我們負的 把這一套 整個把它放個大括號 叫100 這大括號100 是代表呢 這個型態的 通通都一模一樣的 它大致上對稱會告訴我們 類似的 這個是在使用它 Miller Index 有這個好處 下面我們要告訴它 Miller Index 另外一個特點呢 就是 如果我現在用兩度空間 來跟大家處理看看 我們這個方向呢 是怎麼看呢 這個方向呢 這個方向我們是110 因為這邊走一個單位 Y軸走一個單位110 那如果我把它畫這個平面來看 這裡畫一個平面 把它畫平面來看 這平面是什麼平面 這平面是切來A over E V over E 所以這平面是110平面 我們發覺110平面跟110方向 好像是垂直 好像是垂直 但事實上呢 不一定 只有在Qbit才垂直 這是需要注意的 那第二個下面有一個重點呢 就是一般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未來你在找人家的研究論文 或是我們課本上所找到的所有案例 大部分談100、010、110、111 就不會談1、500、700、01 就不談這種方向 就談很簡單的方向 你已經裁掉了一些二人級 你看到他們方向都很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大部分的 Low Index Duration 像100、111 或平面111、110、100平面 都在機械性質 或是在電子在跑的方向 通通都是最棒的方向 所以我們在研究 當然是研究未來要用的 要用的都是這幾個方向而已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找123方向 那麼奇奇怪怪的 那大概是你需要了解 就這麼多 那下面我們要跟大家談一個 我剛剛所談過的 我還有三分鐘 下面Miller Progress Index 我做個廣告 如果你對Miller Index有點了解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談 我們要進入另外一個 六角對稱的Index 這應該你在大一的時候 應該是沒學過的 為什麼需要這個 因為你要懂所有的 你要懂所有的 因為我不要你未來還要再去學它了 就乾脆這時候一次把它搞定 搞定的是怎樣 我們會跟它介紹 Miller Progress Index 主要的原因是它可以用在HCP結構 六方對稱的系統裡頭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呢 因為我們知道在Qubit裡頭 在Qubit的系統裡頭 如果100方向 跟110它幾乎它是垂直 但如果你把它拉成長方形 拉很長很長 你會發覺100方向往這邊 110平面在這個平面 它本身不在垂直了 它本身不在垂直 它腳腳就越來越不是90度 你發覺 對 這個第一個它不是垂直的 那下面我們就看到一下 那在Hezogonal System 它也有一個困難 它另外困難就是 如果我Hezogonal把它放在這邊 六方對稱的 六方對稱我找一個叫 這個A軸這個是100 然後這是XA軸 這V軸 這100 這010 那這個不就110了 可是它看起來 一個是100 一個E多了一個 110 我們想一想 奇怪我旋轉60度 你是分不出來的 對不對 我轉60度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六方對稱 我轉60度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標號不一樣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未來我們在對稱 在旋轉的時候 或在溝通上會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需要設法解決 解決它的法子 就是用四個index 就用HKIL 那這個是解決它的法子 那這個是我們時間到了 我大概簡單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會從Miller-Bravis index 這邊再重新2.3再重新講 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 下課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留下來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 感谢观看